议长的职位只有三种情况之下闲空吗 第一国会解散 重新选购新的议长 第二议长不幸任内去世 第三议长辞职 目前这三种情况都没有出现 所以这就是母平地的动议不寻常之处 当然后门变天 马来西亚也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书写历史 你刚刚说礼拜一的 那个春汉政府议长动议会不会通过 叫我们拭目以待 也就是说其实你并不那么悲观吗 其实悲观乐观 我都以平常行抗待 不问前程即凶 但求落幕无愧 所以未必是你最后一场先任记者会 一切交给国会去表决 国会的表决决定如何 我也不知道 只有等到届时我们成绩揭晓 你才知道 对不对 那如果国会表决不通过的话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会有怎样的一个政治局势的变化呢 国会表决不通过 证明大多数议员希望 单岁阿六跟我继续完成 未完成的工作 那么对于这个政治局势方面 应该最头痛的人是 这个手下母平地 他会不会自觉坟墓 那个是他自己本身旧由自取 那个我觉得由他自己去决定 也不排除可能在最后一分钟 他就撤销这个动议 万一他人头不足 撤销动议也不足为习 因为手下还是有权利在最后一分钟 他算算算 万一人头不足 他要撤销动议 那个是他的自由 但是我们已经批准了 万一如果根据西敏市的注目 那个测换政府议长的动议 不通过 基本上最重要的其实是两个 根据西敏市的议会传统 第一如果财政预算不通过 第二不信任动议不通过 测换议长 so far还没有这样的明显的先例 主要是两个 财政预算案 what of no confidence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办法通过 按照西敏市议会传统 基本上就是第一 首相必须提出辞呈 第二 经见国家元首 要求解散国会 第三 国元首 根据宪法第43条 认为有人比现任首相更有把握 这个组成政府 可以清点 来委任 这个人选 所以有三种可能性 实质 解散 委任 西门 王者归来 如果不通过的话 这个测换政府议长的动议 可以跟我们解读一下 这其实 非有可能 会对国盟政府有一种怎样的 形象上的打击吗 还是解释 这个是必然的 目前呢 无论如何 第一 目前有的这个国盟政府 排面上是大家都看到是 稀稀可为和为在党稀 为如无雷螺 因为它根据这个排面上呢 它只有113 在野党有109 就是说 一系差别 就在于两席之差 对吗 因为你要有112 所以来回两席之差 这个肯定的事实 这是公开的秘密 第二 你说对于它这个议会 如果不 这个动议不通过 对于肯定的 最大的输家 就是姆吉林 它自暴其短 自己提东义 自己不被通过 把自己的牌底露出来 证明它在国会没有多数 所以最大的输家 肯定是姆吉林 第三 国盟政府内部呢 由于是临时组成的杂牌军 这个是大选过后 没有民意的这个政府 那么基本上大家都看到 18个字就可以形容 同床 异梦 各怀 鬼胎 所以 你看到 这两天 有最少有五个 巫统的高层领袖 包括巫统 梳理主席 马哈善 已经表明 不支持姆吉林 担任 这个来届大选 过后担任首相 巫统是肯定要拿回的 那么这个 登顾拉扎利也有说 很多个了 不需要我在这边明言 那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到今天为止 巫统和伊党 都拒绝加入国门 都拒绝加入国门 拒绝加入国门 而沙拉越的GPS也已经表明 他们只是表面上支持中央政府 因为现在谁做政府才就支持 他也拒绝GPS也拒绝加入这个PN 所以你看 这个少了伊党 18席巫统 这个30多席 再加上这个GPS GPS18席 所以这个是不是炸牌军 大家本身都应该有一个概念 这个是 我一定个人面对的挑战 你后门堕权 当然有他的后遗症 他本身就必须要为这个负任 那我们可以说 713的策判政府议长的东西是 一定用来作为他检测支持度的一个工具 他可能也是趋于一定的这个政治压力 我们大家都看到 目前其实我个人是蛮同情为恋 因为他目前的这个 虽然是位居首相宝座 可是大家都看到位居四复 主要是内乱平平 这个他的内部暗流汹涌 已经是波起云涌 山雨雨来风满楼 这个大家只要看到说 不一定现在被屈从于 把所有的巫统议员 几乎清一色 全部委任担任正联公司的职位 是不是阿斗也全部上任 大家都看到 这个是整个国家制度的崩溃 他的东义提上来以后 我们有问过国会秘书 在东义没有给任何的理由 我也想知道理由 所以除了政治以外 应该就找不到其他的出发点 当然你要测换一个人 就好像你老板如果要开除一个编辑 还是记者 他总要跟你讲 你今天吵你由于因为什么 所以什么 对吗 你可以说我表现不好 没问题啊 我都说了 随时我们以平常性来看待 但是你总要给个理由 你这个不是炒掉office boy 你是把国会的议长 半途把它撤除 因为马来西亚历史上不成的 我们马来西亚历史上有一个人 只有议长死在办公室的 还没有议长中途撤离的 这个是我上任的才知道 我们过去Dato Nasi 就是在任内 主持议会过于疲累 所以心脏病不幸的去世 有 所以我刚才说了 按照宪法 议长的职位只有三种情况之下 先空吗 第一 我会解散 我会重新选过新的议长 第二 议长不幸 任内去世 第三 议长辞职 目前这三种情况都没有出现 所以这就是 Moviting的动议不寻常之处 当然 后门变天 马来西亚也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 每天都在书写历史 所以这次 今天的这个反弹会 也是对未来历史的一个注脚 来 还有什么问题 OK OK 好 这个肯定的 目前不只是西门 西门 plus 就是七个党 昨天已经发出文稿 包括独立人士 将会 他们已经表达立场 要立保政府议长 就是七个党 明连三党 加上敦马的土团 这个小肯定的 这个小肯定的 瓦利山 然后沙巴的 还有最新成立的这个 黄顺核的这个 这个PPSP 这是巴鲁比安加入的那个 所以这七个党 所以这七个党 昨天已经发出了联合声明 将会在星期一 反对 母亲定的动议 反对母亲定的动议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